字幕志愿者 与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八之三 自定义函式 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解自定义函式 先介绍基本概念 再跟大家说明自定义函式的参数与传回值 先跟大家介绍自定义函式的基本概念 我们先复习一下 韩式分成两大类 公用韩式和自定义韩式 公用韩式我们之前课程介绍过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自定义韩式 也就是城市开发人员 是需求自行定义建构的韩式 首先跟大家介绍韩式定义语法 在韩式名称前 要放上韩式执行完毕后 回传给呼叫者资料的形态 韩式名称后紧接着括号 括号里为参数列 接着左右搭括号里夹着韩式的程式码 以我们之前介绍过印三样图形的韩式为例 void为传回值资料形态 pringold为韩式名称 韩式名称后的小括号里没有任何资料 代表这个韩式不需要任何参数 左右搭括号里有六行输出的叙数 代表呼叫pringold这个韩式会执行这六行输出叙数 接着跟大家介绍韩式呼叫的运作过程 我们有一个pringold的韩式 当man主韩式执行到pringold的测行时 会呼叫pringold的韩式 这时程式会挑至pringold的韩式 执行该韩式里的六行输出叙数 也就是在萤幕上输出三扬图案 pringold的韩式里的六行叙数执行完毕后 程式会再回到man主韩式继续往下一行return0执行 接着跟大家介绍韩式的宣告与定义 跟使用变数一样 要使用韩式前要先宣告 也就是告知变译器程式中会使用这个韩式 只是自定义韩式的宣告要置于man之前 韩式宣告语法又称之为韩式原型 韩式的定义即为韩式主体 我们在上两张投影片说明过 需包含重回纸资料形态 韩式名称 参数 及韩式要执行的程式码等 我们来介绍韩式宣告 自定义韩式宣告的位置 位于usinetspace std和man主韩式之间 自定义韩式宣告的语法 与韩式定义的第一行雷同 韩式名称前放重回纸资料形态 后接参数列 最后以分号结束 与韩式定义不同之处为 没有左右大括号和韩式执行的叙数 我们以printgold这个韩式为例 跟大家说明何谓韩式宣告 何韩式定义 程式中第四行 void printgold左右括号分号 为韩式宣告 而韩式的本体也就是韩式定义 位于man主韩式之后 韩式宣告需置于man之前 韩式定义置于man之后 大多数人觉得有点繁复 所以较多人的做法是 把韩式的宣告和定义合并 至于man之前 如头影片上所示 这段影片跟大家介绍 自定义韩式的基本概念 下一段影片要来跟大家说明 自定义韩式的参数与传回值 明镜与点点栏目